我們為了要給小小孩使用 所以這個是1比1的 很好很漂亮 螃蟹啦 鯨魚啊 火箭啊 烏龜 這個對小朋友來講就是一個圖形的變化 它蘊含著很深的數學 所以讓小朋友有一點面積的概念 哈囉大家好我是Angie Jisco接下來預備了非常多不同類型的影片 大家可以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不定時會有優惠的資訊 還有抽獎活動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支新上架的影片喔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六型六色片 我們拿到學劇之後 可以讓小朋友分一分 這樣是不是六個顏色 六個形狀 那你的小朋友就是一個五歲多 一個三歲多嘛 可以讓兩個小朋友一起排 我們為了要給小小孩使用 所以這個是1比1的 也可以讓小孩子直接排在上面 那麼排起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問小朋友 這個圖形的中間是黃色嘛 那旁邊有幾個橘色的形狀呢 123456 這個形狀它有六個邊 所以可以配六個這樣子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基本形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出第二張圖卡 這個裡面呢 我們還要再配綠色 那麼可以配幾個綠色 讓它去觀察前後的一個變化 是 OK 本來是單獨的圖形 因為我們的學劇量還蠻大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繼續 不一定要跟小朋友說 但是它這個圖形就是數學圖形 我們來看看這個點 圍繞它就是3邊形4邊形6邊形4邊形 我們把它叫做3464 不管哪一個點都是這個規律 所以這個是有名的香籤圖形 那這個比較難 所以要親子一起合作 跟我們家小朋友一起拼 我會先教他算有幾個 應該會有12個洞 所以要再拼12個綠色 那應該會有幾個橘色呢 跟綠色一樣是12個 對太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直接翻過來看這裡 把橘色拿掉 拼紅色的話會不會是12個呢 因為紅色這裡太尖了 會撞在一起 所以要控一個 那現在有幾個紅色呢 1 2 3 4 5 6 6個 對 如果妹妹很小 就讓他數到6就可以了 那個哥哥比較大的問他說 欸那剛才有12個橘色 那這樣子紅色是幾個 12的一半就是6個 就讓孩子有這樣子圖形的觀察 哥哥會不會說中間還可以補正方形 哎呀 做出創意的圖形 那還可以再加什麼 都ok啦 就讓他自己去創作 是 很好很漂亮 哈哈 好 現在可以來拼一些創意圖形 我們圖形當中有像這個螃蟹啦 金魚啊 火箭啊 烏龜 那我們現在先來拼這個圖形 拼他的殼 妹妹就會說 欸那不是應該是紅色的嗎 要等他煮熟了才是紅色 他都看到熟的 哈哈哈哈 然後你剛才說你們小朋友會想說 螃蟹必須要是紅的對不對 用兩個紅色的把它取代 因為他呢 剛好是等於兩個紅色合起來 真的耶 對 哇這樣子螃蟹就熟了 哈哈哈哈 這個藍色可以拿起來 來我們來看看可以換成兩個什麼顏色 兩個綠色 答對了 其實這個對小朋友來講就是一個圖形的變化 事實上呢這個螃蟹的身體是很數學的 這邊是不是有六個綠色 他剛好也是一個六邊形 六個綠色等於一個黃色 兩個紅色也等於一個黃色 對 藍色是三個可以抽一個黃色 對 好酷喔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圖形 蝸牛的這一個身體呢 可以把這三個放在一個黃色的上面 一個藍色 一個綠色 跟一個紅色 對 喔真的耶 所以他的面積就等於是四個黃色的大小 對 其實他這個隱藏的就是高年級在教的 他邊長是這個的兩倍嘛 所以面積就是四倍的概念 喔 所以是他蘊含著很深的數學 可是我們不用特別跟孩子這樣講 就讓他體驗 先讓小朋友有一點面積的概念 那其他有很多就創意 就讓孩子拼拼看 就要拼得很好看 他等於可以都換顏色去拼 對 哈囉蔡爸爸 剛剛跟老師一起玩這個六型六色片 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也蠻酷的耶 因為我原本以為這個應該是適合妹妹 結果我發現他有很多這種面積的概念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 國小的時候 然後面積的觀念還蠻弱的 所以我應該也會買一組給哥哥喔 嗯 所以這一次打算買幾組回家 應該也會買個兩組吧 對啊 要問你們啊 你們什麼時候有優惠資訊啊 對不對 問得好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關注一下我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我們不定時會有優惠資訊還有抽獎活動 所以大家趕快去關注一下我們的臉書跟Instagram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下次見 拜拜 這個是我們上一次要當禮物送給我們的粉絲 那我們希望可以給粉絲一些福利 讓老師來教他們一下有什麼樣的玩法 我們上次有簡單介紹過他可以做很多創意的造型 然後在數學上的話可以讓孩子圈出一個正方形 或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還有各種三角形都可以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平行四邊形的話 就比較希望是用四條橡皮圈來做 比如說先做這一邊 然後呢這邊有四格嘛 那我再做這一邊 他平行的邊四格先做起來 這樣子 這我才感覺手要很巧欸 對像剛才的正方形也是可以用四條來做 這樣是比較好做 一條是比較難 就是稍微難一點點 然後他其實也可以做像這樣T形 他在做的時候他必須要去算那個長度啦角度啦 就可以去感受到他的特色 譬如說像這個是兩雙對邊是平行 而且是全等就像這樣 那其實這個都可以交國中的根號 根號 對對對 譬如說我唯一個正方形 然後他的邊長是3 那面積就是9 好那我也可以唯一個正方形的 邊長是2面積就是4 可是當面積是2的時候 那就很特別囉 他的邊長就不在我們的這個點的邊上 邊長是1跟1 然後這個斜邊的就是根號2 從小朋友玩創意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玩一些基本圖形之外呢 到國中還可以直接讓孩子去感受到那個根號2 雖然很簡單喔 但是他就是可以讓孩子圍那個圖形的時候 他因為要去拉這個邊長跟角度 那他就可以把他所學過的那些 幾個圖形的基本要素 他的那個特質呢 去把它做一個驗證 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我們也要送給我們的觀眾 這次我們挑的禮物是這一款 那我請老師來為我們的觀眾簡單講 這個可以怎麼玩 我們這一款的七角板呢 有特別把它做的編好 那孩子要在說數學的時候比較方便 那這個七角板它本身呢 就是有5個三角形 跟一個正方形跟一個平行四邊形 我們可以問小孩子 這三個圖形有一樣大嗎 一般來講呢 小朋友在三連級之前 都會說他是不一樣大 那我們就可以讓小朋友呢 用3跟5可以湊起來跟4一樣 然後再來3跟5呢 我可以排成跟他一樣的 還可以排成跟他一樣的 由這樣子的情況當中 就讓孩子來了解一下 就是一個面積保留概念 直觀的操作 去理解這個面積保留概念 那另外一個呢 你用這三片直接排一個三角形 我們同樣用這三片的話 你移動一片 可以變成長方形 移動一片 一片可以變成T形 然後移動一片呢 可以變成平行四邊形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圖形的運動以及等級異形 因為像這個三角形 跟我們剛才變完的長方形 T形跟平行四邊形 它面積是一樣的 同樣用三片 你還可以用別的 譬如說我用這三片 也是可以拼成一個三角形 就類似像這樣 我想說家長們我們應該對七角板都還蠻熟的 可是呢 今天如果我們要排出一個五片的三角形 我覺得應該是有點難 你如果把這兩片加上去 就是七片的長方形 如果我今天把這七角板撒在桌面上 那請大家用七片排出一個長方形 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會透過一些活動帶孩子 你看有沒有很精彩 所以我覺得我們下次專門為這個 講解一堂課好了 感覺很有深度 對 然後當然你要拼小鳥 那個也都OK 可是那個我們也有設計 如何引導孩子去觀察圖形 然後來做一個拼牌 好 那下次大家有機會可以看到 我們為這個七角板 專門做一集免費的課程要送給大家 好 謝謝 謝謝